透過自然的肢體韻律 威威到來部落家鄉的故事 七組來自平北地區 銀髮舞團的長輩們 在專業教師指導跟編舞下 結合專業舞者 還有幼兒舞者共同演出 雖然動作不如專業舞者 來得俐落 卻展現對生命的熱情與活力 獲得如雷的掌聲 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家書 這呢 因為我們老人的健康 有需要說來做一個運動 能夠帶領我們老人家 射擊爸爸 射擊媽媽 射擊爸爸們 能夠快樂 健康 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我從他們的臉神裡面 眼光裡面都看見了快樂 跟健康 將近兩百位的長者 組成屏東專屬的銀三散歌舞團 經過長達半年的練習 沒有舞蹈表演經驗的長輩們 展演穿流不惜生命之舞作品 鼓勵長輩走出家庭 接觸人群 讓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 在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的關懷去點 我們不是要照顧長者而已 我們要代替所有的晚輩 來孝敬他們的長者 我們一直鼓勵所有的長者 能夠在閒於智於走出自己的 這個在熟悉的社區裡面 走出自己的家 甚至呢 在這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大家一起彼此的合作 透過舞劇展演 讓民眾再次見證長輩們的 生命價值 除了平北地區 包括平中平南地區的表演 也將在明年一月陸續登場 縣政府邀請民眾 一起見證長輩的蛻變 與學習成果 原則新聞歌手 屏東內譜採訪報導